在前不久的俄罗斯海上阅兵式上,出现了很多我们早已熟悉的舰艇型号,例如,五位基北莫尔斯克号大型反潜舰,基洛级潜艇,最新的11711型一万格轮,号登陆舰6000吨级,奥斯卡集合潜艇等等。 不过,俄罗斯庞然大物基洛夫巡洋舰彼得大帝,号和台风集合潜艇,德米特里对斯克一号,没有参加此次阅兵。 另外,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,古兹涅索夫波炉被拆尽尽的待在船厂,也没有参加此次阅兵,因此,此次阅兵的旗舰,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不出所料,此次受阅兵的领先战舰,就是俄罗斯版的055舰,满载满排水量11280吨的光荣,及巡洋舰乌斯基诺凤元帅号,这艘战舰最大的特点,就是两旁并列,布置的8组16枚,说大的P1000火山沿长程反舰到大发射壮志。 由于其型号为055,多尔又与我国最新的万吨级驱逐渐了055相仿,因此被军名称为俄罗斯版的055。 至僧光荣集群杨建乌斯基诺夫元帅号,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物,改建于1978年10月5日动工,1982年2月25日下水。 1986年9月15日加入苏联海军服役,当初命名为洛伯夫海军元帅号,后在1985年3月23日改为乌斯基诺夫元帅,期限号移由118、088、070,直到1993年才改为055。 然后一直服役至今,乌斯基诺夫元帅号诞生的目的,就是要导致美国的航空母舰,同时为俄罗斯航母护航,因此光荣集又被视为苏联基诺夫级的缩小版,从军云分布在舰写两侧的16枚P-1000火山沿长城反舰导弹,就可以看出这艘占尽强悍的反舰能力。 一轮骑士干掉一艘超级航母不成问题,无庸置疑,中国的055已经领先俄罗斯光荣及055好几个level,光荣及毫无隐身设计可言,对七高总的电子失败,也早已是上个世纪的产物。 防空也无法与中国的055相比,唯一值得炫耀的就是那16枚重型反舰导弹。 然而,七高高的电子失败,无疑让这种威力无比的反舰导弹,也难以发挥可弹的作用。 总之,光荣及的存在凸显了俄罗斯军工制造的停滞,由光荣及领衔,更加凸显了俄罗斯海军目前的窘境。 利润张扬,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